对男孩被撞,群众围住了一名摩托车司机 三岁女孩频频被打,难道就是因为不会被堂尸 说法周刊,今日说法,周六特别奉献 各位好,这里是说法周刊,欢迎走进本周节目 今年的1月31日下午,广东省中山市的交警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电话里说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被车撞伤,生命垂危 接到报警之后,交警立即赶往事故现场 事故中,一个小男孩被撞,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 孩子的家人对这起突如其来的灾祸非常着急 受伤的孩子叫小斌,今年三岁,事发现场就在他家门前 这里是一个钉字形路口的拐弯处 小斌的家就在拐弯弯之后五米左右的这道门里 当时他正一个人在家门口玩,是谁撞到了小斌呢 事发后,人们把一个骑摩托车的女司机团团围住了 有人说他就是肇事者 这个目击者说,他虽然没有看到撞人的全过程 但是在事发后,他听到喊声就立即赶到现场 他看见这个骑摩托车的女司机慌慌张张的在小孩旁边 周围也没有别的人喝车 可是,警方在询问那名女摩托车司机肖某的时候 他坚称孩子不是他撞的 他那个事故缺席跟他没关系 他是经过路过的,看见才叫人去救那个小孩 那究竟是不是肖某撞伤了小斌呢 这时有人想到,在警察到现场之前 司机肖某曾经承认事故跟他有关系 这句话让大家更加怀疑肖某是肇事者 对此肖某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当时自己骑摩托车经过这里回家 刚拐过弯来就看到一个孩子受伤躺在地上 他赶紧停车,喊人来救这个孩子 可是后来赶到现场的孩子家长和邻居 认为他就是肇事者 面对众多群众的指责 他自己有些害怕,太紧张了 在解释的时候,错说成孩子是自己撞到他车上的 可是,对他的这个解释 孩子的家长根本不相信 就在大家争论到底肖女士是不是肇事者的时候 医院传来了噩耗 尽管医生努力抢救 但是被撞伤的小斌,因为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 小斌一家人几年前从湖南到广东中山打工 三岁的小斌平时非常听话 是家里的宝贝 突然这样离开了,让他的父母无法接受 悲痛之余,家长要求警方尽快查清事实 给他们也给孩子一个说法 到底肖女士是不是肇事者呢? 警方对肖女士摩托车上和现场的痕迹进行了仔细的鉴定 路面的痕迹,碰撞的情况 跟那个摩托车的行驶方向的有一些不同 还有摩托车也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 通过痕迹比对,警方认为现场的刹车痕迹 不像是肖女士的摩托车留下的 而且,从小斌受伤的严重程度来看 也不像是摩托车能够造成的 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肇事嫌疑人呢? 随后,警方加大了对案发现场周围人员的走访 事发的村子里居住的多数都是外来的打工人员 流动性大,人员复杂,也给案件的侦破带来很大的难度 因为外来人聚集比较多 他们父亲之间老乡就认识,不是老乡就不认识 另外呢,他外来的车辆 很多外地人自己本身在本地有车的带过来用 那个车的统计啊,调查上也有一定的难度 案发现场附近没有监控设备 警方只好扩大范围 对这个村子周边各条路上的监控设备拍到的画面 进行搜集和观看 希望能找到事发当天的可疑车辆或者线索 但是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警方决定在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 公开向全社会发出征集线索的通知 希望能获得有效的线索 几天后,果然有一个消息反馈回来 警方跟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他说他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 曾经听他朋友说过 他朋友看过 看见他那个出事的经过 案件出现了重大转机 警方立即与这个人联系 可是他的态度却让警方没有料到 能不能过来我们二大队再反映一下 那天里看见这种事故 撞少还用事故 不能啊 不能啊 是啊 他说他家也住在这里 也做点生意的 举报被别人知道 如果知情人不愿意说出真相 那么案件就无法进行下去 警方随后多次联系这名知情人 通过大量的劝授工作 知情人终于向警方 讲述了当天他看到的事情经过 他看到的时候 那个小孩倒在地上 那个车刚起步 从那个事故现场离开这个现场 是一个加强版的 强安直升 还有他的车号 他都记下来 根据这个线索 警方很快查到了这辆车牌号是 越T67105的长安之星面包车 这辆车的车主周某就在离事发现场 不太远的一个市场里做服装生意 难道他就是肇事嫌疑人 警方立即找到了车主周某 周某承认 车子确实是他的 但是他从来不开 都是他的司机罗某开车送货的 而且罗某前些日子已经请假回家了 他就说他要回家有事吗 我感觉到他好像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但是他没有说 罗某30岁家在外地 他在那起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 突然请假回家 随后 这位店主按照警方的意思 先给罗某打了个电话 询问了一下情况 没想到 罗某在电话里马上承认 当天就是他开车撞到了小斌 随即 肇事逃逸的司机罗某 到当地警方自首 并被押回中山市 审讯中 他交代了自己撞到小斌的经过 走到那里头之后就 突然 左边有个小孩子 从那个乡亲们走出来 我就 没留意到 也 杀不住车了 放在门里打了一下 全部就 撞到他了 所以我就很快 我就跑了 很尽重 目前 罗某已经被警方 以交通肇事罪 刑事拘留 小斌的家人 这时才相信 萧女士 不但不是肇事者 而且还是帮助过小斌的人 小斌的家人 也为自己当初冤枉了萧女士 表示了歉意 就是我现在也是 表示我的一点嫌疑来 萧女道歉 说一声对不起 根据法律规定 交通肇事逃逸的 如果构成犯罪 将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交通肇事以后 逃逸 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当初事故发生之后 肇事者罗某 能够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 或者说 目击者发现这个状况之后 能够及时的拨打求救电话 也许三岁的小斌 不会失去生命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观众 作证是一个公民的义务 如果当时你在现场 如果当时你看到了相关的线索 这个时候社会和公安机关 需要线索来还原案件的真相 我们希望知情人 能够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的取证工作 勇敢的站出来提供相应的线索 让这个案件早日侦破 也还给当时人一个法律的问题 第二个故事也和一个孩子有关 今年的三月三十日早晨七点 浙江省嘉善第一人民医院的120 接到了一个母亲打来的电话 这个母亲说 自己的孩子病得很重 这个背着孩子的母亲就是拨打120的人 医生看到孩子趴在母亲的肩上一动不动 感觉有些不大对劲 于是就将孩子抬上了救护车进行诊断 听到孩子已经死亡的消息 孩子的母亲伤痛欲绝 这时医生注意到 在孩子的头部发现了有瘀青的痕迹 那么孩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处瘀青和孩子的死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孩子的母亲说 孩子小湘怡当时在厨房里找尸的 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 难道真的是孩子摔伤了头部 导致他最后死亡吗 医生暂时也无法判断 于是就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警 同时把孩子和母亲送回了家 等待公安机关处理 等到现场以后呢 就是看到了当时在罗金刚九号 最西面住房里面有一个女的 在床上还躺着一个小孩子 孩子的母亲叫谭红英 二十四岁 她有三个孩子 出世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女儿 小湘怡三岁 民警仔细向谭红英 询问了孩子的死因 我这么一推门嘛 她抬着凳子站在门背后面 我又不知道她在门背后面 那时候我这么推 凳子也倒了 她人也摔摔在那地上 在孩子额头的右侧方 民警发现果然有摔伤的痕迹 可民警发现 在孩子额头以外的其他部位 类似的伤痕还不止一处 看到小女孩 对啊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整个头部 后面人家额根到那个后脑上那里 全是全是瘀血 那个子虹子虹的 对啊 我还包括手上都是有瘀伤的 那我一看就是感觉 就是这肯定不是像母亲 这么简单说的 就摔一下就能造成的 根据这些疑点 警方并没有完全相信孩子的母亲 谭红英所说的情况 民警又从谭红英的另外两个孩子那里 了解到一些家里的情况 打我们最多 打我妹妹也是最多 都因为什么打你们 因为我们不听话 小孩呢也就是讲到 就是母亲的平时呢 对他们三个人的教育也比较严格 特别是对妹妹 最小的妹妹就是死者互相依 然后的是打骂的时间和最多 次数也最多 就在这时 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了 然后法医得出明确结论 就是小女孩这个伤 不可能是这样一次撞击造成的 应该是遭受那个 多次那个后脑骚连续拍打 不间断拍打造成的 最终 在民警的说服教育下 谭红英向民警交代了 是他失手打死的小女儿 后悔也没有用的 也有什么用啊 没什么好说 2007年 谭红英跟丈夫来到浙江省嘉善县打工 两个儿子待在了身边 而最小的女儿小湘怡 那时才三个月大 就暂时放在了贵州老家 让老人看管 直到2010年的2月初 谭红英才把自己已经三岁的小女儿 接到了身边 小湘怡因为长期不在母亲身边 刚开始来到母亲身边时 还表现得很生疏 我问她 我说 你妈妈在哪里 她说在浙江 我说我就是你妈妈 她说你不是我妈的 她说我妈是在浙江打工的 刚开始那两天她是这样的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小湘怡渐渐渐地接受了她的母亲谭红英 谭红英平时除了接送两个儿子上幼儿园 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家做家务和教育小湘怡 丈夫则在外打工挣钱 她在家嘛就是讲那些家乡话 在外面讲普通话 讲不来 就是我妹妈教她 学那些书用普通话说这样的 除了手术 谭红英还买了一本唐诗 教小湘怡念 她经常教女儿读的 就是李白的那首静夜思 就教那个 教她读那个传钱明夜观 下一季嘛就离世纪上上了 她读是读的 她读错误 她就读那个 我讲说我叫她 你是第三三 她说我是第三三 是这样的 我说她这样嘛 不对的 不要这样读 这首诗的第二句 小湘怡总是读不好 谭红英有时就会动手打她几下 她跟她说她又不听 你要对她打一下嘛 稍微听一下 你打她轻一点的嘛 她又以为你是打着她玩的 她又嬉皮笑脸的不听 但是谭红英说 她有时打孩子 并不是完全因为他们太调皮 或者不听话 心里很烦 有时候嘛 情绪不好 情绪失控啊 还是怎么的 有时候是没亲没中的 肯定也是打 也不是说嘛 故意要把小孩怎么样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度过 今年3月29日中午吃过午饭 谭红英开始继续教小湘怡念那首李白的敬夜思 可是小湘怡怎么都读不对第二句 谭红英就拍打了几下孩子的头 可是小湘怡还是念不对 谭红英于是又反复拍打了孩子的头部三四次 小湘怡就哭了 再也不读了 去床上睡觉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 谭红英把两个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之后 发现小湘怡还是躺在床上睡觉 一直到了晚上八点多 小湘怡也吃不下饭 一直躺在床上 我跟她说话嘛 她就是脸眉毛重起来 很不舒服的 我看她这样出气很快 就是很那个嘴巴很干 谭红英想 先等一晚上看看孩子的情况 实在不行 明天一大早再去医院 就这样 谭红英陪在了小湘怡的身边 度过了一晚 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 谭红英发现小湘怡有些异样 很冷的 就是摸她很冷的 我就说是不是冷 太冷了 我还放一个热水袋 我上去帮她软一下 看见孩子情况不妙 谭红英赶紧拨打了120 直到经过120医生的确诊 谭红英才得知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亡 公安机关认为 谭红英的行为 涉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公安机关考虑到 谭红英家里还有孩子要带 鉴于这种情况 警方准与谭红英取保候审 而小湘怡刚从老家来到谭红英身边时的情景 已经成了谭红英最难磨灭的记忆 她来了嘛 给她买一套衣服 一双鞋子 她说这个衣服很漂亮的 有妹妹妹妹妹 我说是谁买的 她说是你 我说我是谁 她说刚开始 她说嗯这样子的 我说那你说是谁买的 她说是妈妈买的 不打不成才 这样一个传统的教育理念 到了今天 确实也应该改一改 尤其是很多父母觉得 关起门来打孩子 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 私事外人管不着 这就错了 孩子虽小 但是他也有自己法律上的权利 你比如说人身权 健康权 生命权 这都是不容他人侵犯的 这个他人同样也包括亲生父母 所以一方面 我们希望父母能够用一种 现代的合法的教育理念 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周围的人 包括这个隔壁左右的邻居 社区居委会 如果发现哪家的父母 长期以来以这样的方式 在管教孩子 甚至是虐待孩子 也希望大家及时的 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我们希望看到每一个孩子 在正常的合理的科学的教育理念下 健康快乐的成长 感谢您关注本周 说法投刊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